接下來我們要教的是 用別的方法知道記得 所謂的成像 凸透金的成像基本上 如果在焦點以外就是導力實像 在焦點以內是正力虛像 同時 在兩倍焦區外是縮小像 兩倍焦區內是 放大像 那麼 把這個記住 然後根據評論要求去判斷的方式 剛才我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告訴你 把它記得 把它記得你就會曉得 你就會曉得它會成實像 焦點外是導力實像 焦點內是正力虛像 兩倍焦區外是縮小像 兩倍焦區內是放大像 你就會以為它正力還是導力 放大還是縮小 實像還是虛像 你就曉得它的成像性質 就是凸透鏡的成像 凸透鏡的成像裡面 如果有一個特殊點 以前喜歡烤 現在比較少烤 正好在兩倍焦區的時候 正好在兩倍焦區的時候 會成為一個導力相等的實像 而且它的物距跟相距一樣 你的物距是兩倍焦區 相距也是兩倍焦區 所以物體在兩倍焦區的時候 會在另外一邊 兩倍焦區的地方 成為一個導力相等的實像 這是個特殊點 烤根點曾經出現過好幾次 考過好幾次 但是有 只是有題目 有明示 有題目沒有明示 那現在 比較 不太特別考這個 但是在以前很喜歡問 兩倍焦區的特殊點 特殊點 OK 然後呢 當東西要靠近焦點的時候 越靠近焦點向越大 越遠離焦點向越強 所以什麼地方的向最大 焦點的向最大 大到無限大 一個細胞都放到無限大 所以叫做不成像 因為什麼都看不到 一個很遠的放到無限大 就什麼都看不到 OK 越靠近焦點向越大 越遠離焦點向越強 然後呢 所以焦點的向最大 大到無限大 所以看不見 叫做不成像 很成像 這是一個說明的方式 方法一 就是把這個說明記下來 然後解決體目 然後肉精很少考 為什麼奧透鏡 因為奧透鏡沒有變化 奧透鏡只有一種向 正力縮小虛向 奧透鏡不管你放哪邊 都只有一種向 剛來的凸透鏡 放在什麼焦點外 兩倍焦近 焦點內 像會不一樣 奧透鏡不管放哪裡向 只有一種正力縮小虛向 所以考的比較少 因為沒變化 沒變化 在同一邊更靠近透鏡的地方 就是我站在這裡 前面有扣鏡 向在我跟扣鏡的之間 會成為一個正力縮小虛向 所以奧透鏡只有一種向 正力縮小虛向 正力縮小虛向 背下來 因為反正就只有這一個而已 背的就可以了 這是剛才講的這種方法 把剛才的敘述 把剛才的敘述 記下來 然後解決考試題目 還有一個就是背表格 把這個表格背下來 把表格背下來就背了 上面有個指平成像 能不能成像 能成像 指平能成像 就是光會到指平上 就表示成的是實像 如果指平不能成像 就表示成就是虛像 可能是虛像 所以就把這個表格背下來 兩倍焦距外 導力縮小虛向 兩倍焦距是導力相成實像 焦點跟兩倍焦距間是 導力放大實像 焦點它講過的成像 再來那是正力放大虛向 把這個表格背下來 把這個表格背下來 你也可以解決考試題目 這是第二種 你可以解決的方式 就是把它 背下來 把它背下來 再來就是我焦的方法 第一件事請你記住成像位置 第一件事請你記住成像位置 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霧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霧在焦點向在無限遠 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霧在焦點向在無限遠 向來異色 異色 不同方便 紅鏡子 在異色 它比焦點更近 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 向在兩倍 霧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更近 霧在焦點 这样在有些 这边是要记住 成像的位置 就是成像的位置 OK 再来 哪一条线 画横画一条线 切两刀 一个写2F 一个写F 一个写2F 一个写F 在底下 这里写上 缩小 前面 旁边写上放大 上面 写上 老历史项 这里写上正立虚项 这个写个逸侧见大 这个写个同侧见小 上面那个很简单 就刚刚跟你讲过了 越靠近焦点向越大 所以越靠近焦点的向就越大 然后刚刚讲过 同侧跟逸侧 焦点以外 在镜子的两边 叫做逸侧 焦点以外 在同一边叫做同侧 所以越靠近焦点向越大 越远离 焦点向越小 这叫做逸侧见大 红侧见小 那这个怎么用 人家问 物在两倍焦距外 别人问物在两倍焦距外 这边 往上看 导力十项 往下看 缩小 所以东西放在两倍焦距外 缩小 导力十项 东西放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东西放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这边 这边 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这边 往下看叫放大 往上看叫做倒立十项 所以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叫做 放大倒立十项 放大倒立十项 我换一个颜色 然后放在焦点内 放在焦点内 往下看叫做放大 往上看叫做正力虚项 所以放在焦点内 叫做放大倒立正力虚项 你这样就知道 放在哪边成什么项 特殊点 两倍焦距 往上看 倒立十项 往下看 既不是缩小 也不是放大 那是 相等 所以两倍焦距 相等 倒立十项 特殊点 焦点 焦点往下看叫放大 往上看 既不是正力 也不是倒立 既不是实项 也不是像什么话说 不成像 既不实又不虚 既不正又不打 那就叫做不成像 所以焦点叫做不成像 那就会了 这就是我教的方法 这就是我教你的方法 你怎么记住 东西放在凸透镜 哪个位置会成什么像 一条横线切两刀 一个写2F 一个写F F的下面 一边写缩小 一边写放大 F的上面 一边写倒立十项 一边写正力虚项 然后就开始看 开始看 看你问我哪里 看你问我哪里 你问我 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放大 倒立十项 你问我焦点内 放大 正力虚项 就会了 这样就知道了 可以吗 这样会知道 所以方法一 方才能一段都能叙述 背下来 方法二 把脚格 背下来 方法三 把你我教你的方法 背下来 然后你就会晓得 它会前进行 OK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好我们看立体六 要使凸透镜 生成一个正力 放大的虚项 物体要放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根据我们前面 教过的凸透镜的 成像性质 刚才给你在这边给你看过的 好 缩小放大找一个这个 虹顺预测 它现在要成什么东西 放大 然后呢 正力虚项 哪边是放大 这边都是放大 哪边的站立虚项 这里 焦集呢 这是焦集嘛 焦集在哪边 焦点以内 焦点以内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要在焦点内 所以我们就答案就选C 可以吗 OK吗 OK 练习十一 这里有甲乙丙丁四根蜡子 可是我要从眼睛看到一个缩小像 蜡子要放在甲乙丙丁的哪一个位置 想想刚才什么地方会成缩小像 我们就是三个位置 除了两个特殊点之外 除了两个特殊点 两倍焦距跟焦点之外 这三个地方 一个叫做两倍焦距外 一个是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一个是焦点内 这三个 除了两个特殊点 存相忍的跟不存相之外 就三个位置 两倍焦距外 焦点跟两倍焦距跟 你的焦点内 那我现在要承说小像 东西要放哪里 我现在要承说小像 停车战界问 我东西要放哪 16号 16 你选A哦 你选A哦 我没看到你 你说什么 A 好 你们说 答案 各位 你有看到一个要在两倍焦距外 是缩小像 两倍焦距外缩小像 所以呢 答案就是讲 好 请问你 哪一个六公分的镜子去看 来看到这个 来请问你 你看到的正力还是导力 正力 放大还是缩小 放大 好 你看到一个正力放大的像 正力放大的像 好 我们啊 我们国中教的 基本上是一次折射的 虚像都是正力的 实像都是导力的 虚像都是正力的 实义实 这样是导力 好 那这个正力放大虚像 想想看要放在哪边 才会是正力放大虚像 所以六公分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焦距怎样 焦距是怎样的 帅哥男 三四号 你选A哦 你选A 请坐 你选A 要小于焦距 焦点内 成正力放大虚像 所以六公分 在焦点内 小于焦距 这些焦距是怎样 大于六公分 那你怎么知道它凸透镜 因为凸透镜只有一种啊 正力 缩小虚像 凸透镜只会成 缩小 会不会才放大像 不会嘛 所以答案 铁定不会是凸透镜嘛 一定是谁 凸透镜嘛 可以吗 可以 来 左边一个镜子 右边一个镜子 请问你 假设谁那么镜子 你是什么镜子 这在考一件事 考一件事 凸透镜会不会成缩小像 不会 会 会 可是现在凸透镜的缩小是正力还导力 导力 凸透镜会不会成正力缩小像 没有 它没有正力缩小像 对不对 它导力只有什么 它就只有正力缩小 有没有什么导力放大或导力缩小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贾哥你个是什么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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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贾是正力缩小 实在意什么像 好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凸透镜 因为凸透镜只有导力缩小的 没有正力缩小 它凸透镜才有放大的 凸透镜才有放大的 凸透镜没有放大的 所以你就是凸透镜 贾就是凸透镜 所以答案选出了 OK 有人有问题吧 没有 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